好来看到台东减费生活节5月20号即将登场了 今年办理第二届以源头减量减费生活为主轴 将邀请将近有70个优质环保摊商前来驻镇 并希望借由活动将环保的理念传递给大众 培养源头减量的习惯 一起用实际的行动爱护台东的山光绿水 台东县实践环保爱地球政策 不只从工部门做起 也以活动邀请大众响应 5月20号将办理台东减费生活节 今年已办理第二届 以源头减量减费生活为主轴 将邀请近70个优质环保摊商前来驻镇 包含无所美食、二手市集及环境教育宣导摊位等 希望借此将环保理念传递给大众 培养源头减量习惯 这一系务的源头减量的工作 其实一直都是台东县政府跟环保局 在垃圾处理政策的不变的原则 那其中呢 现在即将要登场的就是 我们在5月20号要举办的 这个减费的台东减费的生活节 那活动呢 其实就是会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 那重点就是 除了大家以前常常比较熟悉的 这些无数的美食以外 那另外当然就是会有一些二手务的市集摊位 还有就是像环境教育的宣导摊位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非常丰富的 那也就是让大家呢 除了在平常我们逛逛市集的时候呢 其实也可以对这些资源回收 跟垃圾分类的这些工作呢 就是有更多的体验这样子 除此之外 环保局将在现场设置资源回收兑换站 达到指定回收量就能兑换美食消费券 还有小型家电维修站 将会有维修大人为民众检修故障小家电 来推广爱物喜物的精神 及实践循环经济 资源回收物的兑换站 这个部分是民众都还蛮喜欢的 所以在当天活动的时候 您可以把就是家中 像这些资源回收物 你可能就是还没有 就是交给资源回收车的部分 你也可以拿到现场 第二个的部分就是小型家电的维修站 如果说您家中是有一些像小型的 比较简单的像一些电风扇 还是吹风机等等 你可能觉得它已经坏掉了 那也可以把它带到现场来 那这个我们今年度还特别 就是我们的伪办专业的厂商 还很贴心 它有提供就是民众可以线上先申请 环保局也呼吁 每一个人都是一份改变的力量 减费生活其实并不难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若活动当天自备环保餐具 还可以到服务台兑换100枚 提提不许禁闭 请大家以行动 时间环保 爱地球 也爱台东 就讲解台东时报道 请不吭